我们来介绍草酸酶溶度基的测试实验 这实验目的我们是要用已知溶度的过猛酸甲溶液 去定定草酸酶溶液 因为过猛酸跟离子可以跟草酸跟离子作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草酸跟离子溶度 然后再利用草酸酶中 草酸跟离子溶度跟铁离子溶度一样 所以这两个离子成绩 我们就会得到草酸酶的溶度基 我们看实验原理 草酸酶是一种燃溶性的眼泪 解离平衡是这样子 因为铁离子跟草酸跟离子 系数都是1 所以解离的时候溶度都一样 因为这个溶解度 这边-s 这边加s 加s 所以溶解度都一样 所以ksp就是这两个离子溶度相乘 系数是1 所以一次方 然后我们是利用过抹酸根离子 去滴定草酸根 过抹酸根跟草酸根 在酸性的环境之下会反应 这样子 过抹酸根本身是紫色 草酸根是五色 反应之后会产生很淡的粉红色 是亚蒙离子 我们来平衡一下 这个原本是要用氧化素平衡法 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用带数法来平衡 找两边原子只出现一次的 所以蒙 假设是A 碳也只出现一次 所以这边是B 然后这边就2B 因为2乘以B 再来两边只出现一次的还有氢 所以这边假设C 所以氢原子有2C 这边就2C 所以我们没有平衡的有氧原子 4乘以A 再加上4乘以B 等于2B乘以2 4B 再加上这个C乘以1 C 这个消掉了 所以4A等于C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A是1C是4 再来我们利用电荷平衡 -A 这里-2B 这里-2C 这里-2C 等于这里-2A 这边没有 说明可以得到 2C-2B 等于3A 现在A是1 C是4 所以8-2B 等于3 3 所以B是2分之5 所以B是2分之5 A是1 就是1 B是2分之5 2C就是4的8 A是1 B 2乘以2分之5 5 C是4 再来这边有2分之5 全部乘以2 所以是2 5 16 2 18 好我们再来判断 谁是氧化剂跟还原剂 我们看这里 蒙的氧化数 全部是-1 -1等于氧是-2 -2乘以4 -8 加多少A-1 所以蒙是正7 这个蒙正2 所以蒙的氧化数减少了 氧化数是On 氧化数减少 所以过蒙酸根离子还原了 再来我们看草酸根的碳 氧化数-2 -2乘以4-8 加多少乘以2 所以这里正6 正6 正6除以2 正3 所以这个碳是正3 氧化数正3 二氧化的碳氧化数是正4 所以碳的氧化数增加了 所以它氧化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反应里面 过蒙酸根离子 使草酸根离子氧化了 所以它当氧化剂 草酸根离子 就当还原剂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过蒙酸根离子跟草酸根离子反应的关系是 西数比就是末末末末末的变化比 所以这2比5 就是末末末末的变化比